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哎 你这就叫皇帝不及太监急 房子是他的 他想卖就卖 你操哪门子心啊 列军轻松一笑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他要卖我们这套房子 卖了我们住哪去 去年买的那套房才拿到钥匙 装修起码要两个月 再通风半年 没八九个月进不去 罗纳眉头皱得更紧了 那还不好办 我们先租套房 等新房可以进人了 我们再搬过去 李军觉得老婆太大提小做 芝麻大点的事 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 哼 这房子才住的时候又破又旧 还是我们自掏腰包装修的 这些年把它保养得跟新房一样 现在倒好 他说卖就卖 想得倒霉 要卖也可以 房款必须分我一半 罗纳的泼妇样原形毕露了 李军被老婆的话也得大气都不敢出 没错 罗纳家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不是他们家的 房主是大姑姐李雪 这不 李雪儿子前阵子带女朋友回来了 对这姑娘 李雪两口子挑不出半点毛病 说她人美心善有涵养 跟他们儿子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李雪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 女朋友是她大学同学 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对未来女婿就两个要求 一是女儿真心喜欢 二是一定要在上海有房子 在上海买房子 那地方可是寸土寸金啊 李雪两口子听到亲家这个要求 当晚就失眠了 辗转反侧一整夜 罪也没白糟 李雪想到 只要把那套老房子卖了 问题就解决了 对 就是罗纳他们住的那套房子 按照现在的房价 那房子卖个三百万不成问题 拿这三百万去上海 两百五十万付个首付 五十万置办家具 办婚礼 这婚事也能办得体体面面的 可她没想到 她打电话给罗纳 一说要卖房子 罗纳就叽叽歪歪的 压根儿不想把房子还给他们 竟然还没脸没皮的说 我们免费给你照看这么多年 中途还重新装修了 要卖也可以 房款必须分我们一半 真是华天下之大忌 这好人还能做吗 想当初就是说借给他们住 也没说给他们了呀 我自己的房子 想卖就卖 跟你说是客气 是通知 不是商量 还分一半钱给你 凭什么 真要算账 你还得补我这二十多年的房租 李雪底气十足地对了回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李雪很快就把房子挂到了网上的房屋中介 标价三百万 第二天就有人去看房 李雪没提前打招呼 直接亲自带着买家过去的 因为事先不知道 罗娜夫妇毫无提防地开了门 也不好直挺挺地把人拒之门外了 那人看完就跟捡了个宝寺的 生怕李雪反悔 当即就跟他在提前准备好的合同上签了字 摁了手印 出门时 那人说一个礼拜后就搬过来 让罗娜一家尽快搬走 那人走后 李雪跟弟弟弟媳说 他会帮着去中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 让他们委屈几个月先租着 等新房装好 半年左右也就能住进去了 李军见姐姐一片好意奔向大枪 却被罗娜狠狠瞪了一眼 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他们的小动作 李雪并没有察觉到 他还纳闷得很 罗娜这次怎么这么通勤达理 一句难听的话也没说 想来可能是他脑子开窍了 本来嘛 他才是房主 他无权干涉这件事 两天后 李雪在中介乡装了一套不错的房子 房租还不贵 他打电话给罗娜 让他们抽空去看一看 罗娜不冷不淡地就回他俩字 不急 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李雪兴兴地挂了电话 谁知第二天大清早 那个买家打电话过来 说房子不要了 李雪一鼓噜从被窝里爬起来 没好气地说 我们合同都签了 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你真不要我也无所谓 我的房子不愁卖 但你可是要付违约金的 违约金 付就付 不就几万块钱吗 就算我倒霉 总比花几百万卖个晦气宅子好多了 买家真的是财大气粗 李雪大怒 你是喝醉酒还没醒吗 大清早的 啥晦气不晦气的 死过人的房子还不晦气吗 你那弟媳妇打电话给我说 她婆婆 也就是你妈 就在那房子里死的 一觉睡过来就死了 说不定啊 那房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要么好好一人 怎么一觉过来就死了呢 我这房子是买给孩子结婚用的 你说我还敢买吗 李雪问问没想到 弟媳妇竟然背后来这招 够阴损 是的 母亲是在那房子里去世的 也确实是一觉睡过来就走了 她走势安详 八十整 这不正是所谓的寿终正寝吗 老人在家住 死在自家床上 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 算了 不买就不买 反正她也不吃亏 几天功夫 白赚几万也不赖 可事实就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 后面那买家一听这房子里死过人 都望而却步了 任她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李雪一边弃地席 无理取闹 从中作梗 一边又替买家们思想落后 终妾劝李雪干脆别卖了 或者就降点价 否则肯定是卖不出去了 李雪不死心轴得狠 说三百万一分都不会少 这事一时陷入了僵局 造化弄人 就在这关口 李雪儿子打电话回来 说女朋友怀孕了 他父母让这边赶快买房子 把婚事办了 他们不希望女儿挺个大肚子出嫁 面子上总觉得不太好看 李雪挂完电话 夫妻俩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在屋内团团转 二人一筹莫展之际 侄女明明突然回来了 这丫头现在北京一所重点美院 读大四 长期优异 年年都拿奖学金 听上海的表哥说 妈妈和姑姑闹僵了 立马打到回府 那天一到家 屁股还没坐热 他就开口说 要去法国留学 他说艺术生在国内没前途 必须去国外进修几年 才能学到真本事 将来才能赚到大钱 罗纳夫妻俩听得一愣一愣的 说出国留学当然很好 可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 也就攒钱买了套房 供他上个大学 剩下那点钱 是留着新逢装修用的 打死都不能动 明明见爸妈面露难色 又补充道 我留学不用花啥钱 姑父有好多朋友都定居国外 我可以借助人家 帮人家做做家务 再找点兼职做做 生活费就解决了 至于学费 国外大学奖学金很丰厚 凭我一贯的聪明劲 拿奖学金还不是小菜一碟 夫妻二人一言不发 心想卖房子的事 已经把人得罪了 现在跑去热脸贴人冷屁股 实在有点抹不开面 人家也不一定会领情 芝母 莫若女 冥冥继续叨叨 说姑姑姑父 一直都挺喜欢她的 从小到大 她的课外书都没买过 都是姑父 从她工作的大学图书馆 帮她借的 她要上美院 大家都反对 也是姑父力挺她去的 姑父又喜欢上进的孩子 只要她去撒个娇 姑父肯定乐意帮这个忙的 夫妻俩见女儿姑父长 姑父短 说个没完没了 以为这丫头还蒙在鼓里 只好把卖房子的事 一五一十 讲给女儿听 明明听完 假装火冒三丈 说自己 为有他们这对父母感到羞愧 夫妻俩被女儿说得抬不起头来 女儿让他们算笔账 这个房子 姑父给我们住了二十多年 人家要是租出去 二十多年的租金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免费住了这些年 人家现在急用钱 你们赖着不还不说 还反过来讹人家 让人家把房款分你们一半 你们的良心到哪去了 明明指责父母的这些话 的确是发自肺腑的 别看她岁数小 心里却有一本明白着 女儿的话令罗纳夫妇自惭行贿 他们总算答应尽快搬出去了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让姑父帮明明出国留学 明明乐呵呵的 让他们把心放在肚子里 说姑父肯定会帮忙的 罗纳夫妇搬走后 离血脑子也灵光了 还换了一家中介 没过多久 房子就卖出去了 她把钱整给儿子 儿子在那边属付 付了套金装房 紧跟着置版新家 筹备婚礼 忙得不亦乐乎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明明家的新房子 也装修好了 这天 罗纳夫妇来到新房里 打扫卫生 俩人从早上 一直忙到晚上 累得满头大汗 看着这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两口子虽然筋疲力尽 屈心花怒放 这时 罗纳的手机响了 是明明发来的微信 两张照片 一张是在户外拍的 背景是一个大大的铁塔 女儿站在铁塔前 她的左右 还有几个和她一般大的 外国年轻人 几个人勾肩搭背 关系甚是亲密 丫头到国外了 这些人 应该是她的外国同学 罗纳笑着说 一张是在室内 女儿和一对黄皮肤 黑头发的中年男女的合影 李军说 这两个 肯定就是姐夫定居国外的朋友 看那宽大的客厅 华丽的陈设 两口子 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踏实 他们想 人家家里条件好 冥冥住着也舒服 说不定 人家还有保姆 冥冥即使帮着做点家务 也累不到哪儿去 冥冥还发了一句话 我在国外一切都好 爸妈不用担心 照顾好自己 罗纳给女儿 回了一个大爱心 两个大笑脸 还给她竖了三个大拇指 他们念叨着 姐姐姐夫还真够意思 想想自己之前的行为 也太上不了台面 等忙完了 哪天买点东西 去赔个礼 道个歉 还要请他们国外的朋友 多关照自己的女儿呢 手机那头的冥冥 看到父母的回复 也情不自禁 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指 接着 她拨通了大二 就举家移民法国的同学的电话 亲爱的 谢谢你的照片 你爸妈也太好骗了吧 两张PS的照片 就让他们信了你 起码暂时是信了 就算以后被他们发现了 也无所谓了 反正我姑姑房子也卖了 钱也到手了 我也会让他们看到 他们的女儿是块金子 在哪都能发光 不用出国 也能有好前途 电话挂了 明明对着敬重的自己 灿然一笑 她想到一句话 人不是慢慢长大的 是在一瞬间长大的 是的 此时此刻 明明觉得自己 真的长大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Fast 声索 We'll see you